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在台湾清洁用品由大厂出厂的清洁用品市占率大约有九成 而首座的市场只占了大概一成 不过现在地方上他们有一些小农 自己研发天然的清洁用品及保养品 没有防腐剂 香精还有色素等化学成分 像是四代市居屏东离港的阿宗师 自诩为肥皂医生 他亲手种植草药 经过日光的曝晒 慢火的熬煮 做出纯天然的肥皂 来帮助有皮肤疾病的民众 而另外一位农二代则是回家乡种植香草园 把台湾原生种的植物融入保养品 他还要结合地方的小农 让无独的产业成为家乡强大的竞争力 屏东离港一个炎热小乡镇 阿宗师骑着机车在乡间小路穿梭 准备到田里采草药 这种药草叫做白鹤磷汁 白鹤磷汁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 两分地 三十几种草药 不撒任何药剂 阿宗师对每一株草药如属加珍 阿宗师一眼能辨认要用了草药 剪下放进除栏 艾草气味非常的清香 如果用来做回照的话 它有气吻的作用 而且有气风湿的作用 对比如水分的调整 是非常好的一种药草 采好的药材先进行清洗 然后日光曝晒 今年六十五岁的阿宗师 每一个动作 不假他人之手仔细地做 加蛇草 酸藤 白范树 树米草 七叶浦江 倒反麒麟 这六种药草的集合 对过敏性皮肤 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药草放进滚水中慢火熬煮 六十公升水煮成二十公升 再浓缩成十公升药水 做了六分之一的浓缩 阿宗师从七岁就跟阿公学习中医 阿公是离港老国医黄漏籍 阿宗师跟阿公学药理 看书上课 草药制造 就是阿公流传半世纪的独家绝活 我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说 我会去找药 找很多的物童的药 然后去把它搭配 然后熬药 这也是我的生活重心的一部分 在采药的过程 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真的最快乐 而且能够采回来 我有时候马上采回来 马上做回召 草药入造并没有太深奥的学理 草药诉求的是消炎镇定 对罹患过敏性皮肤炎的变患 能有效舒缓 比如心脏草 能缓解皮肤过敏 红梗腰子草 能解毒消肿 染不清 能解毒消炎 眼看现代人因环境污染 引发的皮肤问题 阿宗师平凡却伟大的心愿是 要当个肥皂医生 救皮肤不好的人 让他们重生 我的理想我告诉你说 我的女儿将来是台湾的手工造第一把的达人 这是我的幸福 到我死以前我一定要把他栽培出来 我无言无悔 不是为了钱 阿宗师的女儿婷婷为了承接爸爸置业 从NGO组织离职回家作造 把包拔变成 所以我们就是先准备好各式各样的植物油 大概里面有五六种的植物油 然后把我们浓缩好的药汁 倒入一起做融合的动作 接着是打造 药汁融合搅拌 加入药粉 连同之前的药汁一起搅拌均匀 里面那个药粉的结合大概就五六种 然后再加上药汁可能也就七八种 再将调好的灶倒进模子里 静置四十八个小时 然后脱模切走 我只要照着步骤 就大家都会做的一个东西 那可是我们的独特性就是因为我们从 就是各种的中草药 大概五到二十种的副方的中草药去搭配 然后结合现在人的文明病 因为可能藉由食物或者是空气污染 很多的关系会造成我们皮肤 有一些症状开始发生 一块一块切好的灶自然风干 可以保存三年 担心土地有重金属残留 还不定时地送检 梁儿在大场市战率高达九成以上的情形下 做了七八年仍然惨淡经营 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在做啊 这就是砍销啊 不怕 不怕艰难啊 才能做出很特殊的迴照 提到这个泡盘子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就有人认为说 那这个黄斧剂 因为它是属于黄斧剂嘛 那如果说是用肥皂 这样块状的肥皂 它基本上 它的做法跟这个所谓的 shampoo这种 那个洗滑精或是 那个沐浴乳 它的做法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推广说 要做用天然的肥皂 它就比较不会有 parapens这样的一个曝露 那这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手工皂因为产品特性 可以降低添加物的使用 但一块小小的手工皂 要价300到400元 价位问题很难打进市场 必须靠着傻镜撑下去 手工皂这个市场变成 大家已经变被充斥的沐浴乳 或者是化学的东西 已经就是方便性嘛 快速性 对那我洗习惯了 我就觉得 一块皂的价钱跟 一罐沐浴乳的价钱差那么多 那一块皂那么小 我可以洗多久 清洗香草植物 洗掉灰尘虫卵 再将它晒干干干燥 把香草萃取物放进实验室的瓶罐中 把纯水 炒纯水加下去 然后再度归零 然后最天亮的方法就是 比方说像这个很普遍性的玻尿酸 然后把玻尿酸加下去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加一些 比方说这个台湾原生的紫萃的东西 像这个台湾的雷光根 像这个方向万寿局 这个都是有一些文献上面 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特殊的功能性 那这个都是台湾在地种的东西 加入适量的 这些紫萃的东西下去 再加入干油填橙 放进搅拌机搅拌均匀 进行PH值测试 因为它只是打烊 所以一般搅拌的时间 大概三到五分钟左右 每一种剂型 它的转速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我们设计配方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推估 然后我们把这个快剪的 这个PH值测定棒 去测定我们刚刚 打完了这支保湿精华液 它的PH值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大概是6.7左右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 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是做精华液的过程 台湾制作保养品的化工厂 有上千家 保养品的种类数以万计 但制作流程都差不多 组成的成分就看业者良心 屏东子弟吴文平研究香草 希望在保养品市场杀出一条路 吴文平本来从事婚纱摄影 十几年前回到故乡屏东 种植香草园 他决定种植令人耳目一新的植物 薰衣草 找定了高平溪河畔的这一甲地 但这块地当时脏乱又紧离墓地 没人看好 因为这边以前都没有人敢来 当然地主也不喜欢这块地 那我要跟地主 承租了这块地之前 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他很讨厌这块地 因为这块地 有三个很不好的地方 第一 它的地 没有紧离马路 所以你要进来工作 基本上没有办法进来工作 那第二的话 我的地方 已经十几年没有耕作了 非常非常的脏乱 然后你要进来 可能会花很多钱来做整理 那第三 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地 是附近的邻近 你的地是最低洼的 那你知道最低洼只要遇到雨季的时候 所有的雨水都是往这边流 那所有的农作物就一定会死掉 连地主都不要的地 吴文平当作是宝地 他把困难变成助力 先把邻近的地租下来 解决出入问题 再把低洼地挖得更低 解决农田积水问题 在屏东成功种植香草 可说是跌破专家眼镜 比较寒带的作物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驯化 在这么高温的南台湾 想要把它种成功 但其实几番的波折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成功 夏天还要再种的话 就是很适合的 就是像田菊 香茅 然后一部分的薰衣草 是比较耐热的 像德瑞克薰衣草 迷迭香还可以 所以大概这几种 薄荷它在夏天 比较没有问题 还有芳香万寿菊 这个在夏天还可以 那其他的香草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薰衣草 各种不同 很漂亮的香草 其实是在冬天比较适合 香草的特性 可以广泛运用在保养品上 芳香万寿菊和雷公根 都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美容圣品 我们希望说找到真正属于台湾原生种的作物 对于国际行销的话才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种了这些雷公根 怎么样把我们的农作物 把它食品加工生物科技 变成了这些加工品之后 因为配到国外去才有可能 才能够把它的销售时间拉长 然后把销售的地点也拉长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香草运用在薰香制作可以驱蚊 将薰衣草、艾草、柠檬香茅、茶树 柚子皮、薄荷等15种香草磨成细粉 加入干净的水 揉捏成团 就可以代替蚊香天然又环保 那我们知道香草很多的作物是 蚊虫是很怕的 譬如说香茅 我们都知道的脏树 肉桂 还有类似像万寿菊 然后薄荷 还有类似那种蕭楠木之类的 的香草作物 它对于蚊虫趋蚊的效果非常好 你只要种在我们的田园里面 它就会有效果 吴文平的香草梦 除了提供无毒产品 也提供当地就业机会 那很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从事农业人口的 这些人力会生活的比较困难 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很想不通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梦想 把整体的农业环境把它带动起来 然后让他的就业 年轻人的就业没有问题 技术通路没有问题 之后就可以 就可以帮助更多的 这些清寒的家庭跟弱势的青年 这些 这个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 屏东农业产值惊人 2015年有734亿的产值 全台最高 整合在地农业 生产无毒产品 提供当地孩子就业机会 这是吴文平的梦 而这个梦不只是梦 已经成真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务农 而这些新生代 也是未来台湾农业经济 转型的动力及关键 现在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我们要带您来看 一把小提琴 怎么改变了两位老师 和数十位弱势孩童的命运